大家好,這是我們新型的內視鏡,光業的內視鏡 那剛剛我按了這個鈕呢,它是開關按鍵 這時候我們可以把這個我們內視鏡的管子放到我們要觀察的部位 那第一個,這是照相功能 第二個是錄影功能 然後如果說我們這個光線太暗的話,我們可以增加亮度 如果太亮的話,我們可以減少它的亮度,就是這兩個 然後再來呢,我們也可以透過這個放大倍率 由這邊看到它就可以放大,最多可以放大到5倍 或是把它縮小回原來我們可以看到的尺寸 這時候我們如果要設定這個裡面的系統設定值的話呢 我們可以選擇OK這個Button 這個按鈕 那你現在看到的是屬於這個 英文的操作畫面 我們首先可以把它設定 Language這個部分呢 來選OK 然後進去往下選 選到繁體中文 把它按OK 這樣就OK 我們可以按ES吸出來 那這樣子的設定就是已經OK了 然後呢,我們現在 假設要把它關掉的話 還有另外一個功能沒有講到就是說 我們這可以旋轉 鏡頭可以旋轉邊 它總共有四個方向可以旋轉 你可以看到這邊會旋轉 你可以看到這邊會旋轉 現在 我們最後如果要把它關掉的話 就長按這裡 就關掉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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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